東西一直打翻 瀕瀕 翻臂了 我突然愛上了 我要發火了 我要發火了 我只要倒個水而已 那水根本一直要浮熱 那個茶應該根本不會打開啊 I don't give a 哈囉大家好我歡迎 我是劉老師我是劉老師 今天的微嘉賓就是我妹妹 嗨大家好我是莉子 不知道今天妹妹要幹嘛嗎 看到這些小東西 看起來令人的感覺療癒的小東西 我妹妹是微型料理的專家 她自己有一個平台 專門載那種微型料理的影片 那我覺得平常大家看起來 覺得微型料理非常的療癒 可是其實非常的讓人覺得 我們剛剛在場布的時候 東西一直打翻 你知道這個櫃子 你只要咬到一下然後 小心 今天這一集我會過得非常痛苦 那我自己跟我妹妹說 請你教我一套 就是最初階的微型料理 到底是什麼料理今天要做的 很簡單就是煮個茶 然後用個吐司就這樣子 就是brunch的概念 就去加減一的brunch 沒有什麼生態色 不要 對就是最簡單 沒有班尼迪克蛋 也沒有鮭魚 今天會煮的就是吐司跟茶 然後還有什麼 就加了一個 就有煎蛋嗎 蛋是吐司裡面的 誠意十足 我們還會加個起司在裡面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食材的部分 你說這些東西 Lily Co會四五千塊 而且很容易買錯 微型料理YouTuber心酸蛋 等一下 天啊 What 我今天選擇 蠟燭是已經用過的 它火會比較小 會比較好控制 你覺得嗎 我不是要快一點 大鍋快炒嗎 我怕等一下蛋掉了 真的假的 等一下 所以會黏鍋 會沾鍋 它不是不沾鍋 爛斃了 微型料理需要加強 做微型料理家具的朋友們 請加油 請做不沾鍋 我們現在鍋子做到什麼境界 你們微型料理應該要進步 所以說 請初步沾鍋 或是各種鑄鐵鍋 或是什麼的 廠商請進駐到微型料理世界 好吧 現在開始吧 好食材看起來就是相當的簡單 然後那個吐司已經熟到 我不知道是要怎麼樣了 你覺得我手算巧嗎 你知道我小時候我來做卡片 你覺得是不同一回事嗎 我覺得不同一回事 因為我本來想要讓你準備那個吐司 可是我怕真的生氣 我要準備 我不喜歡輸 我現在就是要準備那個吐司 我沒有覺得有任何東西我不會準備 好 那我們這就是 剪一板用剪刀來處理 好啊可以啊 我可以處理啊 然後我等一下還希望要求姜老師 就是可以幫我把蜂蜜擠到罐子裡面 我不覺得這次有什麼好難的耶 請我把蜂蜜擠到罐子裡面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這個粉紅色的盤子 我要煎一塊吐司 你可以看到這個比例子 就是過早飯的吐司 這樣 你 你曾經做完微型料理之後吃飽過嗎 我覺得這不是飽 我們是在追求一個卓越的作品 這樣子嗎 對你先剪下去 喔我過頭了 屁啦 等一下 下去 這樣嗎 對 然後你就獲得一個很厚的 可以用拆的嗎 我不介意 欸你不能這樣一次剪下去 它會扁掉 你要就是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這樣剪過去 對對對 可以的 學一鼓掌耶 從國小到研究所 好那我們現在得到一片吐司 好療癒喔 我好快樂 我好快樂 起司的部分一定要連著磨一起剪 你們不要拆開之後再剪 自以為很厲害 結果我跟你講 卡住 得到一塊起司 要搭配我的吐司 但是我妹說蛋是最難的部分 我們要煎出的呢 是有蛋白跟蛋黃的小小小荷包蛋夾在這個吐司裡面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這個是蜂蜜的那種 小小那種蜂蜜的條的東西 好然後只要這個罐子裡面 這很easy耶 喔有有有有 一開始是好的就會是好的 好療癒喔 我突然愛上了 你確定嗎 你確定 讓我下次煮一桌菜給你吃 我煮一桌菜給你吃 我黏菜我煮這一桌 啊我要發火了 我要發火了 我現在要倒油囉 然後我妹妹提醒我說是煎蛋的油量 很油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還是你想要改成法式吐司有沒有 高難度 不要好牢 我覺得你放棄 你知道我剛剛是生氣意義在想說 我就是一邊吃那個天使 還在說 很想挑戰 你做得到 你為什麼 也要法式吐司啊 另外一邊想說 拜託你不要再找事做 我就拜託你 你趕快平安下床 這邊呢 一邊是蛋白 然後一邊是蛋黃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蛋白先吸一點點到蒸筒裡面 然後下去鍋子裡面煮 快要熟了之後再吸一點點蛋黃然後進去 這樣就是我們的蛋白 OMMG 喔 你很怒耶 沒有很怒我就覺得很荒謬 我知道有人很喜歡吃這個 見舞少女 艾莉提 所以如果艾莉提來做這些料理 他一定覺得很easy吧 很easy 因為他一顆方糖 他就要用全身的力氣去搬耶 沒錯沒錯 好那在等我們熱過的這個中間呢 我們就來煮茶的部分 你快幫我 等一下 那我給你工具 不用啊 我 不用啊 我為什麼要工具 我打開了呀 好的 好 然後我把水倒進去 好麻煩嘛 那個江老師我這邊有工具 你是不是想要使用一下工具 他 所以水要用夾子夾出來啦 我只要倒個水而已 我太難了 幹嘛夾不出來 我們要打破那個表面站立了 我要煮水 我的決心是很不得了 不要 我要煮水 我要煮水 你們沒有人可以干擾我 我要煮水 好爽 屁啦 你不能 你一定要用膠的 我一定要到我家跟他量子夾大 我必須輕手把這個水倒出來 你用講的 你用講的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學啊 等一下你快快成功了 然後然後 我成功了耶 我這樣一直戳 我打力的 難道真的不行嗎 我進這裡放回來了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將水盡量的倒在茶壺裡面 現在是大概三分之一 是不是還有再倒一點啊 好了 然後這裡應該熱過頭了 可以可以 好來來來來 蛋白下來 這東西 你說療癒嗎 欸我不好說耶 你知道 欸他變白了耶 完美完美 我要做法式吐司 因為我覺得我很強 我現在要挑戰 現在呢 我突然雄心壯志 想要做的是那個 法式吐司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蛋白蛋黃 攪圓了之後呢 再沾這個 然後他們的那個微型 他要留這個 這個粉子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打發什麼東西 我只要做一個蛋糕 我就就第一 直接瘋狂在這裡 我真的會直接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沾我們的這個 吐司 要熱油 我們先把這裡靜置在這裡 看到這一集的小小料理 你有沒有愛上了小小料理呢 如果還沒有 表示你是聰明的 你是正常人 有有有 很好 你看我們的蛋已經煮好了 真的是一個小小的核包蛋 我快哭了耶 用到了 用到了 我怕它破掉 好感動喔 我們的水… 不用怕我 我對不起你 各位朋友們 如果微型料理的水壺打不開的時候 先將蓋打開 有一些空氣釋放了之後 只自然那個水 就可以這樣子倒出來囉 我現在用這個湯匙 把這個蜂蜜撈出來 好 我覺得我在做冷爆炸 那水根本一直要浮熱 那個茶應該根本不會打開啊 對 差不多到時候 可以泡久一點 入味好不好 對… 如果茶喝不到是因為表面… 對…喝不到 然後你要用這樣大口的這樣 這樣吸很大口 才可以把裡面的汁吸出來 真的可以這樣子 好的 各位朋友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微型料理已經進入最後 收尾的尾聲了 該完成也完成了 該沒有完成也沒有完成了 目前呢 我們這個圖絲看起來有一個 不知道… 好像成為一個屍體的狀態 對 就它沒有辦法再… 就再更像法國圖絲了 但是… 它沒有那種屍夫 它盡力了 我也盡力了 然後呢 但是它這個雞子 是不可以看到這個雞子喔 還是是一個坎西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要裝盤了喔 再加入我們這個荷包袋 差點把荷包插搭 然後再加上我們 剛剛精心製作的荷包袋 美麥美 Brunch 那我們現在就要享受 我們美好的早午餐的時光囉 那我們把它移到我們早午餐桌 心很累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好好一起享受 一個美味的Brunch囉 就這樣 好丁 完美 耶 Suge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裡面有一片茶葉 喔 它打破了表面張力 表面張力 Goodbye I don't give a XX 沒有 幫我逼掉 最後大家一定是很想要我來 享用這個部分啦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小刀子 喔唷 小刀子跟小叉子呢 可以切一下這個吐司的部分 很害怕吃大便 好的 欸 這可以切 那大家一定會很關心這個關於味道的部分 但其實我們沒有要試吃 沒有啦 因為呢 其實在做這些微型料理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你所食用的鍋具跟盤子 那些有沒有是可以食用級的塗層 對 沒錯 這會比較安全方面的這個 疑慮 我覺得大家如果做這種微型料理的時候呢 還是以觀賞 對 觀賞為主 然後療癒啊 興趣為主 好的 那今天這個 療癒的微型料理小教室就到這邊囉 不知道大家看了是不是會很開心 就覺得很療癒 還是火冒三招呢 我覺得應該是叫他叫他 我覺得是參半啦 齁 好的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掰掰 老闆等一下